猪小娘子入神抚琴 嘴角还带着一丝浅笑 只不过认真看的话 她的眼中有泪光浮现 只是没有人会认真看她一眼 秦湖笑了笑 跟起茶碗 说得容易 以前你们出不了 现在 是啊 现在可是有个能起死回生的人帮手呢 跟她有什么关系 你信不信 就是你现在要死了 抬过去 她一定会让你起死回生 高小官人哈哈笑了 秦湖站起身来 高小官人问道 果然如此吗 看来我对着诚娘子还真是不了解呢 秦升就在这时一曲终了 室内陷入一片安静中 高小官人看向猪小娘子 她笑道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猪小娘子可是跟成家很熟的 不知道啊 可了解这个成娘子 小官人说笑了 要说熟悉了解 奴家想 没有比秦官人更熟悉了解成娘子的人了 此言一出 正迈步走向门口的秦湖 停下脚 转头看向她 她终于 正眼看自己一眼了 朱孟小娘子 嘴角带笑 虽然 这一眼 隐含厌恶 秦官人的腿 就是成娘子治好的吧 她身在被冻僵了 但嘴里的话 还是说了出来 这句话说出来 她自己也有些想哭 她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是为了让她肯看自己一眼 还是因为恨她 为了给那娘子开脱 而不惜将自己拉进来 以前说是自己故意向害陈高两家 说今 当自己进来后 又引高小官人说出那种话 商讨那种事 听到高小官人 说出那种论人生死的话 那自己就永远不得不绑在高家这边了 永远都别想自由自在了 他怎么能这样做 他怎么能这样狠心 不 他这样做无可厚非 为了维护自己在乎的人 做什么都无可厚非的 更况且 还是自己这个奸诈的 陷害了高城两家结仇的人 贱人 是啊 我知道什么叫职人图报 不过有些人 就是只知道 恩将仇报了 门 不知什么时候拉上了 屋子里 秦胡和高小官人 都前后离开了 朱孝娘子还呆坐在秦前 耳边 还回荡着秦胡的话 不知道过了多久 如同被抽干力气一般 俯身在地上 眼面大哭 不管他怎么做 他怎么能脱口说出那样的话 没错 他就是个贱人 小官人 我们回去还是接着转 走廊里 亲随问着高小官人 高小官人 皱着眉 若有所思 不知道父亲那边 说的怎么样 他话没说完 鞋刺里 就冲出来一个人 亲随们 立刻护住高小官人 且见 那人 已经跪在地上叩头 一个亲随 认出此人 若没说到 又是你 干什么 春铃抬起头 脸上的红肿还没消 眼中泪光闪闪 看上去楚楚可怜 他颤声说 小官人 奴婢 奴婢能为证 为证 高小官人 皱眉问道 为什么 春铃跪行近前 牵血要阻挡 高小官人 抬手摆开 春铃压低声音说 奴婢 亲眼见过 那成娘子 那成娘子 引雷杀人 一间小茶室内 春铃走进来 跪在地上 冲面前也坐下来的 高小官人 施礼说道 奴婢 奴婢不敢骗 高小官人 高小官人 撇嘴问道 见过 他引雷杀草人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春铃 盲抬头 口中 话音一转 高官人 您听听我的口音 口音 高小官人一正 玄机恍然 江招 春铃扁点头 继续用江招口音 应声是 所以说嘛 一个京城的官妓身边的小丫头 哪里来的 见过那成娘子 引雷杀人 高小官人 有些惊讶 问道 难道 说他在江州 就杀过人 这小娘子 如今 也不过十八九岁 几年前的话 才多点 竟然 已经杀过人 是 春铃点点头 换回京中口音 唯恐着高小官人 听不懂 奴婢 原本是江州 成家家养 道观里的小婢 后来 成娘子 被家人送来 跟道观的 观主 不知道 起了什么纠纷 然后 一个雨夜 她和她的婢女 引雷 把观主 劈死了 还把我们姐妹 送到很远的 一个道观 要去灭口 亏得是我和妹妹 逃了出来 只亏悉 妹妹 在路上风寒不知 死在破庙里了 说到这里 春铃 眼面哭泣 原来如此啊 高小官人 伸手敲着急案 若有所思 她眯起眼 看着这小臂 慢慢地说 原来如此啊 不过 就算有你这个人证 也不行了呀 春铃 似乎很惊讶 抬起头 有些惶惶 有些愤愤 她流泪 哭着说 官人 连官人也不行吗 奴婢 一直不敢 跟任何人说 活得战战兢兢 每天都在害怕 现如今 她又害了平王 奴婢 奴婢实在是瞎子 又不敢去告 今日获出命来 求见小官人 难道 小官人 也拿不下她吗 不是我不行 是这件事 已经定论了 不能再拿出来说了 说也白说 春铃 瞪大眼睛 认真 茫茫地说 奴婢 奴婢能证明的 奴婢 甘愿作证的 你一个人 证不了天下人 春铃蜢蜘染 失魂落魄地 坐回去 眼面哭起来 高小官人 忽地说 也难为你 藏这么久 上次的事 其实是你设计的吧 春铃 打个寒战 哭声渐弱 然后 抬起头 他抠头说 小官人饶命 小官人饶命 奴婢是 是 是 是觉得我厉害 能够对付这成娘子是吧 春林俯身颤颤哭泣 不敢说话 高小官人伸展手臂 站起身来说 不过这件事 你是高看我了 我现在帮不上了 我就要被这成娘子 赶出京城了 春林忙跪行到他面前 大着胆子 抓住高小官人的一脚 他流泪说 求小官人 救救奴婢 高小官人哈哈笑着 伸手 念了下春林的小小下巴 好 我走之前 带上你 我们一起逃命 他说着 一面抬脚摇晃而去 金髓忍不住跟上 一面回头看着茶室 一面低声问道 小官人 小官人 这小贱人好贼 引雷人证也没用呢 就这样放过他 嘿嘿 我见他本就不是那什么引雷杀人为证的缘故 这好贼的小贱人 摆了我和那成贱人一刀 难保不能再摆第二刀 溜着总有用 而茶室内 春林也坐起身子 抬手擦去了脸上的泪水 带着几分自在 摇了摇手 做山峰 他见他 也并不是为了给引雷作证 而不过是要这高小官人知道 有他这么个人存在 总有用得着他的时候 事到如今 也不用怕这高家和那成娘子 在化干戈 文玉伯 摸手言和 而把他当作替罪羊 处置掉 而与此同时 太后宫内 高陵波正在和太后辞行 太后自然垂泪不已 高陵波说道 为了低筒不旁落 臣就是和娘娘 再不见面又如何 如果娘娘不见高家 那皇后自然也不能见宋家 娘娘还能得个贤德的美名 真是一举两得 这贤德的美名 得来的可真受气呀 太后室内说道 高陵波一面吃了杯酒 一面笑道 娘娘知道陛下曾经受的苦了吧 今日是来和太后辞行的 太后赐宴 朝臣们也没什么可阻拦的 太后叹口气 想到皇帝顿时又满面愁容 真把庄宇宫 真把庄宫教父给朝臣们 爱家心里也是不放心的 高陵波放下酒碗 朝中有陈少在 也有陈的人在 倒是没人敢对庆王 有二心 要说不放心 娘娘倒是有一个人 该不放心 太后一惊 忙坐直身子 问道 谁 简安郡王 他不会的 那事都是皇后搞出来的 尾狼他不会的 他对亲王那是恨不得弯心逃飞 哪里会生出这种大迷不道的心思 娘娘 人都会变的 高陵波说着 看着太后 娘娘 您上朝了三次 这些日子的政务 也都送到您这里来了 您觉得怎么样 太后一证 能怎么样 一点都不好受 又烦又累 但是 那种掌握天下的感觉 也挺好的吧 太后 神情变换一颗 那只是你们这些男人的想法 好什么好 娘娘 简安郡王是个男人 曾经陛下位于众人 他曾经和平王一同处理过朝时 太后眼神闪烁 高陵波看着太后 说道 如果说以前有平王在 他也不会生什么心思 但如今不同的 皇后提出了过计 而且士林朝臣中竟然还有支持的言论 娘娘 亲王乱政 谋事 历来可不少啊 太后 陈寅 不说话了 高陵波 也不说话了 从袖子里 拿出一个小小的纸包 推过来 太后看到 顿时 火烧一般 身子一抖 后缩 他低声喝道 你 你干什么 带了几分惊骇 又慌乱 高陵波看着他 神情沉沉 推了纸包的手 却并没有收回 娘娘 当断不断 半寿其乱 娘娘见老 君王月状 不得不妨 高陵波回到家中的时候 高小官人 带着几分紧张迎过来 他忐忑询问道 父亲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你母亲他们 先行一步 好 高陵波带了几分轻松 高小官人 高兴的应声好了 一面跟着高陵波 进了书房 书房里 秦客们都已经等候多时 高陵波 淡淡说道 太后知道 什么叫大局为重 也知道 谁是他的敌戟 此言一出 大家都松口气 又带着几分欢喜 一个秦客说道 而且这时机最妙 那边有世子朝臣们 联合上书 请金安俊王 外出救风 这部太后 再闯照 金安俊王劝说 然后金安俊王 回宫 并饮毒酒 自尽身亡 另一个轻客感叹道 好一个刚知高级的 燕翊王啊 众人然后对视一眼 轰然笑了 到时候我们一定要联合超臣们 给金安俊王一个绝好的追风使号 封王 一定要封王 有金安俊王 死舍身自证清白的心理 看哪个宗室还敢动不该动的金子 到时候张江昭再提过几宗室 第一个要跟他拼命的就是宗室们 他这是逼得宗室们 无路可走啊 屋子里乱乱的说笑打拒着 气氛是这一段以来难得的轻松自在 慢着 高小官人呼得停下笑 想到什么说道 父亲 这件事可不定啊 大家都停下说笑 看下高小官人 一个轻客说道 小官人放心 是万无一失的呀 另一个轻客也说道 就算太后犹豫了 太后公寓的人也交代好了 高小官人摆手摇头 他一面说一面看下高凌波 不不不 不是这个 父亲 你忘了如今可有能起死回生的人呢 屋中的人都是一愣 那个成娘子 但大家又都摇头 一个轻客说道 他也没那么神迹吧 都是凡夫俗子们传的 就目前咱们看到的 引雷也好 治病也好 也都不是那么容易 信手念来的 高凌波 抬手制止他们 没错 只要想到周全 不可心存侥幸 我们已经吃了太多 心存侥幸的亏了 那先干掉这女人 我早就该杀了她了 当初在得胜楼那次 就不该犹豫 高小官人神情愤愤 高凌波摇摇头 这个女人身边也不是没有人 她有一项谨慎 探子们说她几乎不出门 就算出门马车也不好认 更况且她能早出神毕宫 实弹等悟 谁知道还有什么自卫的厉害武器 直接动手打草惊蛇 影响太大 何不偿失 在场的人都点点头 有人问道 那如何是好 我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她不诊治金安俊王 那就别想别的 别想顺便取她的性命 就是只要做到阻止她诊病 这个目的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这事就容易多了 而且还能给金安俊王的死 填上一笔天命之说 高凌波带着一次笑 大家面露不解 高凌波还笑说道 我们不仅不杀掉她 而且还要她亲口说出 不治金安俊王这句话 亲口说出不治 高小官人瞪大眼问道 这女人可是和皇后张江州 连手要推金安俊王上位的 她怎么肯眼睁睁看着 金安俊王不治而亡 这不可能的 不可能 这世上哪里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不过都是取舍罢了